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去位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今天这节课是我们这这门课程的实践部分的最后一节课 然后上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如何把我们的图片然后显示到我们的UIButton上面 然后给我们的Button绑定了实践 然后最后还写了一下我们那个Button就是点击以后的显示逻辑 然后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显示一个提示框 然后在我们的页面上面就是当我们点击一个错误的或者一个正确的图片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提示显示在我们的will上面 然后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工程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 我们需要一个UILabel 然后用来显示我们的提示 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再建一个UILabel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NoteLabel 呃我想一下我们是用算我们用InterfaceBuilder来建立一个吧 然后这样也可以让大家对这个InterfaceBuilder更熟悉一些 呃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拖一个 然后把这个UiLabel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will上面 然后大概在这个方位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颜色修改一下 既然是提示嘛 我们可以改一个稍微明亮一点的颜色 嗯 在绿色背景上显示红 改成白色吧 反正在绿色背景上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些 呃下一步呢 我们给这个Label加一些约束 先自动加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Label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垂直居中的 OK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约束删掉 现在我们的这个UiLabel呢 它具它有一个top的一个约束值 也就是说具上面的这个空间的约束值 然后还有一个中心的约束值 OK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效果 OK 一个居中的Label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编码工作 呃我们刚才呢建立了一个这个NoteLabel 我们还是去把它和我们的Interface Builder里面的这个 连在一起 我们找一下NoteLabel 然后把它拖过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代码里面控制我们的这个NoteLabel了 嗯 既然它是一个Note 那就说明它不是一直在显示的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设置一下 我们把这个NoteLabel的 大家可以这块有一个alpha值 这个我在最早的课程中给大家说过 这个是表示我们这个NoteLabel的 也就是UiWill的透明度的 当它的透明度为零的时候它是不会显示在页面上的 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应该没法看到这个UiLabel的因为它的alpha值是零 所以它已经被隐藏了 呃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再去修改一下我们下面这一部分的代码 首先如果比如说在我们这个button的tag等于零或者一的时候呢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NoteLabel的text 然后呢让它为 提正确的提示 OK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然后如果是错误的代码的话 错误的tag的话呢 我们就显示这一段文字 OK 然后呢当我们点击完这个以后 这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这个NoteLabel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NoteLabel的alpha值修改一下 改成一 但是其实这回这样是有一个问题的 我们点完这个以后alpha值它一直是一 所以它是不会消失的 然后呢在下一步中我再给大家介绍如何去做一个动画 然后让它显示 然后再紧接着消失 然后当我们再点下一个label的时候 它再次显示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次消失 呃我们点长城吧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您选择的图片是中国名声 然后如果我们点一个红场呢 这个字就会变 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呃我们接下来来看怎么让它消失掉再 呃为了让这个NoteLabel消失呢 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UiWill的一个动画的API 这个API是叫做Animation with Duration 然后这个方法 然后它有两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TimeIndividual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时间类型的一个参数 它是来规定我们这个动画一共的时长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动画会持续多长时间 时间越长 这个动画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后面有个Animations呢 是一个B包 然后在这个B包里面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这个NoteLabel的属性值 在这个地方就是Alpha值 然后它会根据我们这个Alpha值 自动去计算我们的这个动画 是非常方便的 嗯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还 其实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个 对 呃 这个方法 它多一个参数 就是还有一个Completion的一个参数 在这个Completion呢 就是我们动画结束以后 它会进行的一个操作 OK 我们现在来写这个参数 首先第一个Duration 我们按照一般的 我们是0.25秒 然后Animation呢 是一个B包 然后Complete也是一个B包 OK 然后在这个Animation里面 我们把我们NoteLabel的Alpha值 设成1 然后这个Completion 这个地方我们再做一下修改 这个是一个Completion的值 我们把这个修改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将我们的UiLabel隐藏掉 OK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进行一个0.25秒的动画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NoteLabel显示出来 然后呢 它显示出来以后 紧接着这个就会消失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它出现 然后再消失 但这个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操作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需要进行一个延时操作 怎么延时呢 我们的这个Self有一个方法 叫做 叫做PerformSelector 然后呢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行 有一个AfterDelay的一个操作 这个就是说 去执行一个方法 然后在多少秒之后 会可以进行非常方便的一个延时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用一个Selector 然后Selector的名字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再定义一个方法 方法的名字就叫做 NoteLabel OK 然后它只执行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NoteLabel的Alpha 直射成0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写上去 Object 复制Self 然后这个我们给一个1.5秒吧 看一下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加Self 哦对 因为这个是在币包里面的一个调用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个Self 然后来标明 OK 然后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跑一下模拟器 看一下效果 嗯 优化完代码 我们再运行下模拟器 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我们来点击这个鼓攻 大家可以看到 您选择的图片是中国名胜 然后它会在1.5秒以后自动消失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需求 但是刚才我们只给这个 是正常的情况下加了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代码 我们可以拿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 加在这个判断的外面 也就是说每次点击 我们先去修改这个 Label里面的字 然后修改完以后呢 我们来显示一段动画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这样 你选择的图片是中国名胜 然后比如说 你选择的图片不是中国名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就实现了一个 动画的隐藏和消失 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的需求了 经过了三节课的讲解呢 我们这个区位验证码的实践部分呢 也就完全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用三节课的时间 教大家如何实现了一个 有八张图片的这样的 验证码的实现 然后给大家讲了 UILabel啊 UiButton啊 这些一些在工程中的用法 然后还大概说了一下 这个动画的实现 然后我们这门课 OK 这三节课就结束了 然后下一节课呢 会是一个总结的课程 会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在整个这十几节课当中呢 都给大家教授了什么知识 然后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的区位验证码系列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节课再见 拜拜